我什么都知道了 满居已经卖给别人 你也被满居开除了 你们到现在还都瞒着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 这谁告诉你的 阿姨 阿姨您别激动 他们俩有苦衷啊 阿姨您别哭啊 妈 这事钱怪我 你别哭啊 不是威威的问题 阿姨您致命需要花钱 桂叔和威威省吃俭用 甚至都住到平房去了 现在直到和我合租 才有了地方住 他们卖掉曼君 也是迫不得已啊 不然医院就停药了 桂叔为了赎回曼君 想尽办法拼命地挣钱 结果老板还拖欠工资 桂叔去药还被人打 威威为了你 休学不顺 一边照顾您 一边打了三寸宫 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这个呢 别人都在玩 可是威威呢 威威连双高跟鞋都不舍得买 阿姨 我知道曼君对于您来说 非常地重要 可是对于桂叔和威威来说 你家人团聚 您健健康康的才是最重要的 曼君没了可以赎回 人没了 这个家就真的没了 是我脱了你们 真没想到 威威付出这么多 我也没想到 你这么了解威威 了解又有什么用啊 她还不是喜欢别人 这里面恐怕有点误会 误会 那有什么误会 是小齐 她从中作歌 故意让你误会 没错 那天晚上 我是跟威威见了面 而且 我还跟她表白了 可是她并没有答应 而且她那天 提前回去了 我跟她并没有在一起 你说的是真的 当然 我没有必要骗你 我知道你喜欢威威 我也喜欢她 不过作为男人 我要跟你公平竞争 我不会用任何 不光彩的手段 据赢得威威 更不想你误会的 你要和我竞争 没错 而且我不会输给你 这件事你别自信过头了 还有我告诉你 这件事 我绝对不会仗着你 您的酒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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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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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出现的 有些人把他扔了 太可惜了 所以我就把他捡回来了 一会儿就上班了 你怎么还不着急去啊 我一晚上没睡 总要洗个脸 要不然怎么去见人啊 那你在家休息吧 别去上班了 我来替你请假 不用 我洗个脸 换件衣服就走 你这样怎么工作啊 回去休息吧 要你管啊 别逞强了 快点回去 公司的事情我帮你处理 你不是说过 不再管我的事情了吗 那你现在干嘛 又来关心我 谁说我不管了 林薇薇我告诉你 我不但现在要管着你 以后也要管着你 我会一直管着你 要管你一辈子 凭什么 就凭我爱你 你这算什么 薇薇 你知道吗 我真的很喜欢你 虽然你总骂我不学无数 我也没有什么成绩 不过我会努力的 因为我有一颗真诚的心 我买那双高跟鞋 也是我一心想送给你的 那你干嘛 把高跟鞋扔了 对不起 那天我看到你 把高跟鞋捡回来 我高兴极了 因为我知道你心里有我 薇薇 做我的女朋友好吗 薇薇 有我在 你什么都不要怕 不管我们俩怎么样 我都希望我能靠我自己 可可现在你也是棵小树 你要怎么照顾我 就算是棵小树 我也会为你这封挡雨的 你说得到轻松 其实只有事情压在身上了 才会觉得重 什么事情我都会解决的 相信我 走 赌红柜走后 他的职位就空缺了 你愿不愿意试一试 客户部总裁 这个位置 对横雅是相当重要 客户是横雅的生命线 不不不 沈总 我怕我没法胜任这个职务 我资历太浅 没法服众 客户总监你都干得那么好 还怕客户部总裁 这个职位你干不好吗 我做客户部总监 只管在前面冲锋 后面有人替我坐镇 可是这个 别推辞了 我不会看错人的 我相信你 肯定能干好这个客户部总裁 那行 沈总 我先借你试试 但如果我做得不好 你随时换人 好 仲成 继续努力 把工作抓好 我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啊 沈总 你怎么了 要不要叫医生 水 你没事吧 来 好点没有 没事 对了 仲成 别告诉小琪 年纪大了 总是这样 没什么大不了的 好 去忙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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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静 呢 呢 文婧 你說得對 我不可以自欺欺人 應該坦白 我已經跟我媽說了滿句的事情 說實話沒有想像那麼糟 另外 我想跟你說幾句心裡話 我還有事 改天再說吧 我先走了 啊 爸 你是不是升了忠誠的職 是啊 你不應該升忠誠的職 你應該升浩婷的職 浩婷獲得廣告學徒比賽的大獎 對橫雅最有用 我們好不容易把這個人請回來 爸 你沒糊塗吧 你這麼著急浩婷幹嗎 小琪 你當初毀婚是不是跟浩婷有關係 我在問你話 你不要轉移話題去問別的事 小琪 無論是升職上的事情還是你感情上的事情 爸爸都要多說你幾句 打個比方 給你一堆沙子 你要是抓得越緊 沙子從指縫裡流失的就越多 相反的 你抓的松 則會得到更多 你說什麼意思啊 我不懂 再拿我來說吧 以前我就是太器重忠誠 重用忠誠慢慢架空了杜洪貴 引起了他的不滿 才出賣了衡雅公司 你不要重蹈我的覆辙呀 我懂了 你讓我不要把浩婷抓得太緊 因為越想要的東西就越容易失去 你還要我把浩婷和忠誠看得一樣重 是嗎 要一樣 絕不能厚此薄筆 而且 你還要對忠誠好一點 忠誠看候老師更值得信賴 你說的我都懂了 但感情的事情 你就別再插手了 你呀 真正失去了才知道珍惜 到時候可沒有後悔要買 好了好了 我本來想說你偏心的 卻被你教訓了一頓 我回去工作了 小琪 你可真要好好努力工作 儘快地使自己成熟起來 要不然那天我不在了 爸 你不要說這種喪氣話 我連自己都不會照顧 你的使命還沒完成呢 好了好了 你去吧 唉 薇薇 是中城啊 你是去醫院嗎 對 我也打算去看看你妈妈 上车吧 一起去 你在等人 不是 宋总啊 你看看 来就来了 还买这么多东西 就是就是啊 这是一点点小意思 宋总啊 平时在公司对我为可好了 谢谢你啊 应该的 真是年轻有为 多谢你照顾我的女儿 她年纪小还不懂事 你还要多照顾她 多帮助她 伯父 薇薇 她很难干的 后天也来了 来来来 放这放这 伯母 您还记得我吧 当然记得了 你就是曼居的假店长嘛 对了 伯母 我在想 如果他们经营不善的话 应该会考虑出售满居 对啊 到时候我们再收回满居嘛 不要勉强 只要你们都好 就行了 妈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买回满居的 是啊伯母 一定没问题的 你们也都听到了啊 薇薇妈妈刚才说了 慢居是无所谓的 只要你们年轻人在一起 和和睦睦的就行了 当然了 如果能够赎回满居的话 那就更好了 是啊 薇薇 钱那方面你不用担心 我有点积蓄 可以帮忙 你别帮了 我来帮薇薇就行 你们两个人的好意呢 我都心领了 但是我想 通过自己的努力 买回满居 薇薇啊 你都忙了一天了 早点休息啊 我知道了 喂 你为什么上她的车 我刚才在公司门口等你 恰好遇到了忠诚 她也想去医院看望我妈 而且连东西都买好了 她问我在等谁 我害怕 她知道我们的关系 就上车跟她走了 说得好听 谁信呢 吃醋了 吃 吃醋 我是生气有人没诚信 我不是已经选了你了吗 你才是我的男朋友 我问你 为什么不告诉宋忠诚 我们在谈恋爱 我强烈抗议 我要公开我们的恋爱关系 你翻脸怎么比翻书还快啊 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 暂时不公开的 上当了 真是 我们玩地下琴 你不觉得更刺激吗 地下琴啊 其实我知道 我爸妈在一起都是为了我 并不开心 但我真的不想失去他们 文静 你爸妈不管在一起也好 离婚也罢 你都没有失去他们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 但是如果他们分开了 这个家就没有了 他们为了你 勉强在一起 他们不高兴 你也不开心 全家都不开心 这还算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吗 文静 你真的应该换另外一种想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老板 这里现在一点人气都没有 还是早一点放手吧 你也不至于赔太多 对啊 我们希望价格能够合理一点 别太离谱 老板 您听我说啊 您在曼居多待一天 就多赔一天的钱 卖给我们 算是帮您解脱了 大家谈个合理的价格 这对大家都好是吧 哎呀 相贵啊 曼居本来是你的 这不假 不过现在你想用多少钱把它拿回去呢 张老板 我们也不会让你吃亏 当初什么价转给你的呢 你就什么价转给我们 你昏投了吧 开什么玩笑 当时什么价 现在什么价 现在什么不在涨啊 我也投进去这么多钱经营 我白投了 我白亏了 你们真要有诚意的话 至少这个数 四百万 四百万 四百万呢 你想钱想疯了吧你 小伙子 我像你这么大 想娶媳妇的时候 穷得没钱娶的时候 我是想疯了 四百万 你这是坐地起价 你真想钱想疯了吧 哎呀 你冷静一点 喊什么呀 说什么呢你 轮得到你说话吗 看你长得这节约的样 哎 张老板 大家都是熟人嘛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能不能稍微降一点 开一个大家 都觉得合理的价钱 我这个人还就固执得很 我开价了 一般我还不肯反悔 好吧 要有诚意的话再说 哎 张老板 找张老板 张老板 坤叔 张老板 坤叔 喂喂 别太担心 我那还有点钱 你先用着 谢谢你 不过我早说了 我希望可以靠我自己 自己努力奋斗 赠回满居 我只是说借给你 你到时候再分期还给我 忠诚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钱的事你先别管了 我一定会靠自己买回满居的 哎 威威啊 你在曼居 跟宋忠诚说什么了 忠诚他跟我说 他可以借一百万给我 借一百万给你 那你答应没有啊 当然没有 蠢 你就应该答应 借了钱 你又不用跟他在一起 是吧 哎 徐浩婷 你真的希望我接受他的一百万 是不是 我说着玩吧 说着玩吧 哎 哎 说一说 看一下 看什么呢 盯着电脑木转金的 看你这么高兴 有什么喜事吗 我爸妈的事解决了 我也算是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 解决了就好 好了 你又不用再烦了 你的问题很快也会解决的 阿姨现在出院了 满居肯定会拿回来的 是你们的呀 跑也跑不了 但是我希望 自己赚钱买回满居 可找不到合适的兼职 这要是想赚快钱呢 就得找个有钱的男人 像我们青春年华 美貌动人 我才不干这种事呢 你想不出来 你愿意 你自己找一个好了 开玩笑的啦 哎 不过 薇薇 你不是当过娘的代言人吗 怎么 你可以去做模特啊 我又不想做模特 爽得是碰巧 这凭本事赚钱 你尽管去试试 这次就麻烦您了 好 再见啊 再见 谢谢啊 走 哟 这不是朱总经理吗 幸会啊 恭喜你啊 谢谢 不过您朱总 在合选公关 不也是互分唤语的吗 你回到很雅之后 新一季的广告公事 就要开始了 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 我现在是真的把你看成 一个竞争对手了 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 挺自信的 我想如果合正 见到你今天这样 他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我相信何老师还活着 还有 只要一天没见到他的尸体 我都不会相信他死了 我也不希望他死 他才是我真正的竞争对手 你还差点 走好 浩天啊 你知不知道 葳葳在做兼职 知道又能怎样呢 葳葳在为钱烦倒 我也烦倒 买花的小女孩 来了 干嘛呀你 买花干嘛 这花多少钱啊 五块钱一只 五十块钱一束 给我也来一束吧 我要这个 我要这个 几岁了小朋友 我今天十岁了 来 叔叔给你钱啊 谢谢 找五十啊 不用找了 买两束了 走吧 谢谢你啊 叔叔再见 叔叔再见 不是 你 你总账我便宜啊 你买花送给谁啊 我对文静有感觉 当然送他这个 你这个送给谁啊 说呀 我 这和薇薇谈恋爱呢 干嘛呀 还吹牛 怎么可能 他也信不信 我告诉你啊 我和薇薇现在呢 还不想公开 这一呢 是怕公主针对我们 二是怕公司同事 闲言碎语 还有 你可得给我保密啊 我可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跟林薇薇 真的谈恋爱了 你小子牛啊你 来来来 恭喜你啊 来 我薇薇挺谁 好 站好 好 现在看我 好 再来 一 二 好的 好 身体稍微地摆动一下 好 换个小动 好 再来 太漂亮了 好 一 二 好 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你也休息一会儿吧 这样就行了 谢谢啊 你问这个干什么 给我一条有用的信息 我可以保证 比你做模特赚的要多得多 对不起 我要工作了 我不会亏待你的 当初杜洪贵也是让跟我合作 真是没想到 杜洪贵真是为了钱出卖公司 你一手给我信息 我一手给你钱 价钱随你开 只要你给我的信息 是有价值的 我现在不会再背叛衡养了 我开始觉得有点青少 但是你好好考虑一下 有了第一次 就由不得你不帮我第二次 也许哪一天 我碰到了沈妍 宋忠诚 徐浩婷的时候 我会一不留神 把你之前泄露消息的事情 说出去 安妍 你来得正好 我电脑怎么自动关机了 我帮你看看啊 可能是电源没有查好 我帮你看看 哦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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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 是出电了 哦 哦 文静 嗯 这是我二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有出电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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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你 嗯 嗯 文静 嗯 做我女朋友吧 嗯 嗯 嗯 既派 诶 今天的妈妈 中午 和节目 起 哀哀 toi 愣 里套 dass ich 好啊 李李 老师 说得到吗 现在可是俘获美人芳心 懒得美人归了吧 好听 你怎么说话这么不正经啊 文静 恭喜你啊 你还笑我呢 你们两个不也是谈恋爱了吗 林薇薇 你太不仗义了吧 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啊 完了被追了 我不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后一个知道的吧 安阳都比我知道得早 我的好朋友当中你是第一个知道的 其实那天我在公司就想跟你说 没想到那天你不想听 不想跟我分享喜悦 那还行 你可以保密啊 别说出去 一起保密 你说什么呢 哎 说什么呢 刚才在屋里的时候 我还听见你们嘻嘻哈哈的 等我一出来你们都不说话了 哦 是不是在说我坏话 啊 电视挺好看的啊 真好看就是 老板 现在慢剧的生意也不怎么样 这样下去的话 这样下去的话 你能撑多久 大家都是熟人 我看你也就见好就收 趁我们现在想要的时候 赶紧卖了吧 我开的价并不高 老板 我看 现在慢剧也没有什么顾客 每天的费用很大 水费 电费 工人工资 一天千把块 一个月就是好几万 说得难听一点 这是做一天赔一天 其实呢 我也劝贵叔不要接这个烂摊子 可他根本就不听 你也知道 因为他们家原来经营这儿啊 很多鸟 有感情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可是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 贵叔突然想通了 不要 那你可是哭着 也找不到第二个买家 谁会愿意接受 这样一个烂摊子 可能 你送给别人 都没人要的 你说是吧 所以还是那句老话 退一步海阔天空 您退一步 贵叔也让一步 我都短说一个价吧 两百二十万 你看怎么样 两百二十万啊 好像和我想的还差点 不过小伙子 你说话还在脸上 好吧 就按你说的两百二十万吧 好 说定了啊 不反悔了 我们马上筹钱去 那我们说定了 绝对不反悔了啊 忠诚啊 真是太谢谢了 没事 钱的方面不是问题 想办法吧 我会尽力帮你的 放心吧 谢谢了啊 这次的广告制作计划 一定要创新 不能走老路 威威的策划 不错啊 威威 你没事吧 生病了 好 好 好